改編自真人真事的熱血賽車電影 即將在八月底臺灣正式上映 而談到賽車運動 其實國內也有很多人相當投入 像是藝人 楊元昊 特別開著與電影中主角的同款賽車 被譽為是東營戰士的車款前來助陣 故事中的主角 Jane Martinborough 原本是一款賽車電動的玩家 在十九歲時 參加車場舉辦的電競比賽 從眾多參賽者當中突穎而出 並與車場簽下一紙合約 成為真正的賽車時候 開上真正的賽道 實現許多賽車愛好者的夢想 而在楊元昊的賽車生涯 也有類似的經驗 追求信眾理想的過程當中 雖然辛苦又艱難 但達到目標的那一刻 都會收穫甜美果實 邀請各位賽車迷八月二十三號 一起感受熱血又激勵人心的追夢之路 我來提供台 綜合報導 為何要緊張的成為 練習一個人選擇 佔不上 平等的